难道这位皇后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纳拉皇后的身世 纳拉皇后姓乌拉纳拉氏 我们知道纳拉氏还有叶赫纳拉氏 像慈禧她就是叶赫纳拉氏 那么这位皇后她出身并不高贵 她的父亲是一个四品的左领叫纳尔布 那么虽然出身不高 但是纳拉氏入宫却很早 在乾隆皇帝还是一位皇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嫁过来了 是一个侧室的福建 二把手在后宫里面是二把手 那么乾隆皇帝继位之后 他的上面的嫡妇禁被封为皇后 后来的孝贤皇后 那么他被封为贤妃 贤淑的妃子 说明这个人还是很温柔体贴的一个女人 那么后来逐步的禁封为贤贵妃 本来她没有机会做中宫皇后 可是到乾隆十三年 乾隆的元配皇后孝贤皇后 死在了东勋的途中 这样的话 纳拉皇后就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皇太后就先把她禁封为皇贵妃 主持后宫事务 那么纳拉是很着急 怎么不给我禁封为皇后 一步到位多好 这个不允许 因为皇后刚刚去世 乾隆皇帝心中很悲痛 到乾隆十五年的时候 乾隆皇帝还不提这事 他的母后太后不干了 怎么还不赶紧做 这件事再也不封的话 后宫 你老人干这活 你不跟人这待遇 算什么事 所以这皇太后着急了 这乾隆皇帝不得已 就把皇贵妃禁封为皇后 总算如愿以偿扎 已经三十八岁了 她没想到的是 乾隆皇帝 这个时候悄悄的 注意了另外一个女人 她一清别练了 她喜欢上了 她的后宫的另外一位女子 令妃 时间里面 令妃生育了六个孩子 这么频繁的生育 说明她在后宫之中 非常得宠 乾隆皇帝专宠令妃 把她由令妃提高到令贵妃 这个时候 就给纳拉氏皇后 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皇后的着急 这皇帝这么宠爱令妃 她生了那么多孩子 将来把我取代了可怎么办呢 心里面有这样一次阴影 很不愉快 抑郁寡欢 那么让皇后更加担心的 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的这个儿子 十二阿哥 永基 我的儿子可怎么办呢 令妃这么得宠 生那么多儿子 将来 我儿子的皇太子 能不能给他呀 这皇帝也不立储 老不说这事 对他心生怨恨 非常抱怨自己的丈夫 乾隆皇帝 看 我就没向前皇后待遇 人家生俩皇子 都立了太子 我也生俩皇子 一个不立 皇后非常抱怨 另外呢 乾隆皇帝 这皇上 宠爱令贵妃 将来是不是要立他的孩子 为皇太子 所以忧心忡忡 心生忧虑 心生怨恨 我们今天讲的剪发很轻松 可是在清朝啊 这个剪发 可是一个最关键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决定把他的名号 废掉 废掉皇后的名号 把他废为庶人 可做 这王公大臣能干吗 所以这王公大臣 纷纷上述 乾隆皇帝一听 干什么你们要啊 你们要造反呢 敢干涉我的家事 所以决心 重诚不断 要杀鸡给口看 他就严厉处罚了 两个人 一个是阿勇啊 一个是李玉明 乾隆皇帝就把这个阿勇阿 鞭打 打八十大板 打得皮开肉绽 然后呢 发配到黑龙江 给披甲人为奴 然后最惨的呀 就是玉石李玉明 41年 已经过去了十年 机缘这个事情呢 又有人就案重提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和当时他所听到了 三十年皇帝南巡 在江南路上 先送皇后回京 人家都说皇帝在江南 要立一个妃子 那皇后不一 因此挺住 将头发剪去 看出来了 这个事情呢 原来是皇帝 在江南 在杭州 要立一个妃子 那拉是 那拉皇后不干了 要立谁呢 立一位妃子 皇后怎么会这么气愤呢 怎么会这么着急呢 于是我们再查档案 查这样一份档案 他说 禁令贵妃为皇贵妃 那拉在皇宫里面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说 这个位子要须而不设 原因就是 皇贵妃地位比较高 级别比较高 会对皇后构成心理压力 那拉皇后 她自身的素质 也是比较差了 首先 她心胸狭隘 心奉不宽